狂暴的犀牛奔套 原来这片森林的亡者已经立临此地 专家普遍认为老虎泡澡的水牛犀牛似乎的攻击 鳄鱼的皮肤也很厚 并且它们口腔里堆满了尖利的牙齿 程度相当之大 草丛完全遮挡了视线 猎手一不留神和巨兽短兵相接 雄虎拥有着这片领地的绝对统治权 进度白只野牛曾经是见识活有的猫科动物中 老虎的单插能开 月光皎洁 这对鹿类是个好消息 从高处俯视 可以清楚看到鹿和老虎的位置 可当你置身其中 即便最稀疏的草丛也会视野全无 可这关乎生死 在满月的照耀下 草丛的异动还是让鹿类提前达到预警 狂奔而走 月亮逐渐隐去 待已满天星辰 现在只有红外相机能看到动物们了 鹿看不到老虎 老虎也同河流鳄鱼出没 可它们对老虎并不敢想太多 里鹿群越来越近了 老虎谨慎起来 耳朵转动 判断于鹿的距离 老虎的听觉是最敏锐的器官 它甚至用脚轻微踩地 通过细小的回声 再比较努力的走动声 对生存在亚洲的老虎而言 并不是什么好事 学会了谨慎形式 知道取舍 懂得进退 再让它们避免了剑尸虎一样的灭绝命运 在它们的鼎盛时代 数十万只老虎在亚洲游荡 它们在森林里 占据了食物链的最顶端 同时也阻挡了一批又一批 其他猛兽的济犯 动物解说家 动物迷的家 吃完 吃完 谢谢大家